車輛 晚上來西環做什麼? 看電影吧 住得這麼近,坐了幾個站的電車 這麼方便 還有新戲院,不是不支持 看看這間戲院怎樣 很久沒去的戲院是在地下 只是在街上進去 真的沒試過 以前要看到這些戲院 一定要在很小時候才有 因為現在的戲院全部都去 上商場 其實不太大 一眼看完 一個角落 我昨晚做了會員 最普通會員的會員 有兩張票 送給你 生日一張 入會時有一張 旁邊有一隻是一千元 可以送十張美票 這隻有 大飛有九隻 這個有八隻 我剛才問了哥哥仔 如果你想把實體票留念也好 還是什麼呢 那我就去拿 其實我在 App 上買了票 但其實你可以直接在這裏入場的時候 scan 都可以 但是剛才說過 都說如果想要實體票留個臉 或者想實體票 那就去剛才那些自動受票機那裏拿票 這裏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行動不變和雙彩人士 這裏 剛才那邊是票房 票房的這裏後門 它是有個升降機的 照顧那些商場時的 那大家當然要花點時間 可以在票房那裏寫字 寫下你的聯絡資料 先入場 介紹的戲院就是在這裏 看到這個叫卑露詐灣公園 那這裏是電車路 那這條叫吉直街 那一路走走走就是這裏 都很容易找到 直接在電車站旁邊 那電車站叫山市街 我是看9點25分 現在去到9點15分 已經好處很多人了 其實我查過了 其實都爆的 其實都方便到我們這些 西區 中西區的居物 很久入場了 在那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完了,冷气足够足够 音响也挺好 不過螢幕小了一點 但OK啦 它有四個軟 所以不可以期望得太高 但好像有點蚊子 我發現有兩隻蚊飛來死去 還有開頭真的有東西咬 但整體來說很舒服 我會來這裡看 因為很近 還有剛才看了一部 說許安華導演的一部電影 很好拍電影 很好看 總之好看啦 走了 Bye Bye Bye